纸薯 纸薯是要做馅的还是 做馅的 纸薯 南瓜 还有胡萝卜 对 整个有几种颜色 一般我们是六种 你们好年轻 九五的 做几年了 十五年了 那你大饱的蛮大的 十一岁了 哇 夫妻创业吗 一开始是纸业的 后来生意好了 把老公也抓回来 这个蝶豆花 蓝色的 其实叫滚豬面包 一般的话 老人兄弟他都要 这个是有南方口味 比方松软 他们太扎实的 松软的他们都吃 天津大工 天津很多那个面点 都是死面 对 要包吗这个 这个要包 要包 几种口味 紫薯是包紫薯的不一样 然后豆沙是包烤烤的 吃起来有南瓜味吗 有 蔬菜做的已经都是有味道 蛮喜欢蔬菜的 不喜欢吃蔬菜的 吃这个好 有印度很远离回去吗 真的 天津那些都是有 其实你们主打是个健康 应该叫有盐有料 你看那小兔子吗 刺蜗 刺蜗啊 哇好厉害 这个就是个艺术家了 哇太厉害 手太巧了 这也太慢了 这一天做个两三百个的 几件了吧 100多巴巴巴 100多巴巴巴 你看挺快的 因为这些配件很慢很慢 造型是发酵完的 没有 我们做好了 我们吃造型 哦你这个也要做那个 这个草莓 哦你按键设计做动造型 对 哦这个是企鹅的翅膀 嗯 你开始再加自己做点 一开始在家做一天都是为了一点点 这样一天能做几个 简单的话就200多巴巴 一巴巴六个 那有1000多个 这些又做一些造型的 对 今天几种造型 12种 一种颜色脸种 我们的眼睛是贴上去的 绿色什么 4000万 太厉害了 做这个人兼职这么多年 没点耐心怎么来啊 有学年 然后他们都不做了 跟你一起学的人都不做 就你个人兼职了 你的耐心最好 做这个时候你们家都不会生气 体系都很好 其实抱体系做这个都会变好 怎么会选择这行 学东西可以很多 学这个很麻烦 我一开始是 我家老大的时候 在北方 然后那时候不爱吃饭 就是做馒头 什么造型就随意做给他吃 这小孩他就吃什么 那如果买的他就不吃了 为孩子做的 对 给你三块多 一盒六个二十 三块多我觉得不会 外面包子一个也要三块啊 肉馅的包子 嗯 太可爱了 这小孩子也喜欢 那时候有做那些小馒头 是母的 还是一二三的 这个可以在幼儿园 让小朋友猜什么动物 猜对才有的吃 这个看 是有点像猴子的 对 你就喜欢像应该 230分钟可以 好多 15分钟 15分钟 要搅成梨哈 搅梨然后加黄油炒 嗯 有加牛奶吗 没有 没有 现在你的机器省很多力气 没有 有时候肯定有满意 嗯 要搅很久吗 有满意 很满 哦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半年哦 半年就可以刮了 哦 牛奶饼 哦 牛奶饼 哦 面团包直煮 直煮 包直煮 都能直煮到你 这是直煮火 哇 这太会玩了 哇 闻到一个花椒味道了 需要蒸15分钟 对 这个真的是包子新吃化 这个叫中西结合 清成就是给冠着花 做些 这个老大块好用才想得到 有各种花椒给换 包子这种的 做完还有成就感 冷的好吃 还热的好吃 热的好吃 这么好看难以舍得吃啊 放在家里当百件的 这真的熟一猴 你们是看了多少动画片的把它做出来 紫薯包 这真的是很鲜紫薯 你看 里面包紫薯的 里面包的是紫薯跟芝士 如果热的话会拉湿 因为现在冷掉就不会拉湿的 我试一下 哇 有奶香味 它加牛奶 紫薯弄的好绵肥 甜度还好 不是很甜 就是包子新吃化 我永远喜欢这奶香味 就围住在冷掉 没有芝士拉湿的 来 慢慢吃吧 我们可以issible